大家好 我們是滴喵的創辦人 我是常永 你們要介紹自己 中文獎正事 我是Susan 看我的表情 大家要知道我們大概要講什麼 before我們談論我們的東西跪不跪之前 我覺得我們要讓大家知道一下我們滴喵的故事 滴喵的這個品牌啦 因為其實 我覺得我們在我們滴喵的IG也沒有跟大家講到太多我們滴喵的故事 對 所以我們想透過蘇生的頻道就關於我們聊一下這個滴喵的品牌 嗯 那我覺得可以先聊一下為什麼我們會創立滴喵這個服飾品牌 嗯 其實身邊很多朋友問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做品牌的時候 我都解釋很多次了 所以我打算直接講過 他們問我叫他們看影片 對 最少有五六個問過我我都回答一樣的東西 他們都會講說為什麼我們那麼傻要做 對 因為其實做衣服講真的它不是一個賺錢的東西 我覺得市場算飽和吧 對 馬來西亞其實有蠻多本地的在做品牌的 應該不講做品牌 做衣服品牌這條路不是一條好路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條好路的 嗯 雖然服飾品牌這個不是我們善良理 但是它其實跟我們生活也有關係 對 所以我們才選擇要做一個服飾品牌 那我覺得在創立品牌的整個故事前 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其實做衣服品牌這個夢呢 是蘇生在7年前的夢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youtube影片 關於我拍一隻蘇生去泰國做代購的一個Vlog 然後我陪它去做苦工這樣子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它就有一個衣服品牌夢到現在 只是因為我跟孫水 行動力有賣的人了 我之前還有一個牌子你還記得嗎 有嗎 Available 你現在講我還記得耶 有 我之前有一個牌子叫Available 你做了什麼啊 但那個不是自己創造的 不是自己 就是親自把衣服做出來的 那就是賣衣服 有嗎 咦 我懂嗎 YES 你竟然不知道 OMG 太久了的事情了 因為我只記得 在蘇生以前還沒存在一個Connect Credit之前 然後其實我已經是一個Connect Credit了嘛 然後蘇生其實那個時候 它主要是在做代購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 喂 還在耶 就是那時候只是單純做代購 然後把自己喜歡的穿搭拿來賣這樣子 OK 所以總結 其實蘇生7、8年前就有一個想要到品牌 夢 那我身為一個男朋友 我對衣服品牌夢沒有大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是好玩的東西 所以我才決定跟他一起創立D喵這個品牌 那D喵這個品牌的故事到底是什麼呢 你來講啦 把你講給我吃了 OK 就是先跟大家講D喵的名字來源比較好 D喵的名字來源先前就是恐龍喵喵叫 先有中文名才有英文名 對 先有中文名才有英文名 OK 英文名就是D就是Dinosaur 喵的話就是喵的貓叫神 為什麼兩個人會連在一起 大家都會很疑惑 每次問我為什麼是D喵 因為恐龍跟貓根本沒有關係 沒有關聯 其實恐龍跟貓的組合也是我突然間想到的 不是我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恐龍在一兆年前出生的 在有人類之前就生活在這地球上面 也是在人類出生之前就已經滅絕完了的 所以現場的任何一個人是完全不知道 恐龍的叫神也沒有看過本 只有鬼才看過 也沒有看過恐龍的真身 它的東西呢 其實都是用人啊 後期啊 像那種科技人員後期賦予它的一個叫神 出來講說 去模擬出來的 對 賦予它 嗯 那種說沒有人聽過 為什麼它一定是 噢 這樣的聲音 為什麼一定是吼叫聲 它是不是也有可能 它的聲音只是 喵 也有可能它其實也是 汪汪叫來 叮叮叫也是有很有可能 它是有無限的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D喵 想要表達的是沒有一個 絕對的答案 它不是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它是可以很多 欸 很多 所以它是可以有很多形狀很多答案的 所以不要讓別人去定義你的答案是什麼 就是D喵 想要給大家的一個感覺跟故事這樣子 然後再延伸出來呢 就是像是馬來西亞的穿搭 像馬來西亞的穿搭很多人都會 欸 可以專心聽我講話嗎 所以所以我還弄指甲 就是像馬來西亞的穿搭很多人 你一誇張 你一穿的很奇怪或者很浮誇 大家就會覺得 一二 你幹嘛 你幹嘛要見 其實這個東西我感動身受 你懂為什麼嗎 在我們以前去台灣那一周之前 我只是看到一些很特別的衣服 我只穿出門 那個感覺非常不自在 因為喔 會很多人投入一樣的眼光看著我 所以我覺得去完台灣 過後會有不一樣的 世界觀 世界觀 對 穿得好看不是由別人來決定的 是自己想要去呈現的 就是我真的穿得好看 我爽就好 就是想要讓你穿上低瞄的衣服 你是可以很自在很放鬆很舒服 會假的做自己啦 對 你想要怎麼穿都可以 就是一個沒有決定的答案 跟你這樣子穿是不可以的 所以才會有我們的標語 Be the comfortable you 做最舒服的森林 自己 你自己 一樣啊 所以你問我我們的衣服貴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絕對的答案 像我們之前講的 沒有絕對的答案跟形狀 這全部都是你自己可以決定這件事情的 在我們講跪不跪這個話題之前 我們就來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平台頭背直路啊這樣子的 也算是一個硬直路廣告 對 硬直路低瞄廣告 歡迎進入我們的低瞄廣告 到啦 這時候我們 你收到低瞄會有這樣子的呈現 就是我們的外包裝盒子 沒有錯 我們的外包裝就是很fancy 我們就是要做fancyfancy 對 因為畢竟我跟Susan 是屬於那一種人 我們買東西收到每一個包裝 我們會很開心 所以我們就決定 大家如果購買到低瞄衣服 一定要收到好看的包裝 其實這個顏色搭配也是 我們想要的那種很不脫 在乎別人眼光 這樣的感覺 就是它是一個很樂觀的東西 首先呢 先經過這個外包裝 你就可以看到這兩個爪子 我們都是用磁吸式的 就是打開 這個貓貓的爪子就給大家一個感覺就是 Welcome to 地妙的世界 然後那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Logo 這是我們的Man Logo 跟貓 對 恐龍這邊是吃著一個貓這樣子的感覺 這邊也是磁吸式的 對 很多磁吸 這樣 所以衣服基本上都會在裡面啦 嗯 然後呢 這裡的坦粒袋 這個東西呢就是我們 D喵有的花花元素 然後這個東西是來固定衣服的 啊 有點像XX帶這樣啊 所以拿下一個人喜歡的 到這個部分你就會看到 一個用雪梨子包裝這樣的東西 這個雪梨子很可愛 就是客製化的 然後它就是D喵 跟D喵的Logo 你就可以拿出來 放一把衣服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穿這個外觀 然後這個外觀呢 這個時候你是看不到任何字的 給你拿衣服 拿完衣服出來 在往下拉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標語 Be the comfortable you 對 所以我們就是時時刻刻提醒大家 最真實的做自己 對 你會先拿到衣服才會看到這個字 就代表我們想要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你穿了我們的衣服 你可以做你最舒服的自己這樣子 我們設計出這一款東西 其實也是經歷了 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我們把歷代的東西拿出來 我們這個是第四代是嗎 所以這個應該是六代啊 一二四 很多代 其實太多代了 你看他們之前開始做的時候 是做小小的 這是一代 我看來去一步我們做了什麼東西 對 我們先講大家為什麼 會有這麼多麻煩的東西 因為我們想要給大家的感覺是 我們要讓大家 重複利用我們的東西 我不想要 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包裝 手罩就丟一邊會丟掉 對 我不想要大家浪費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品牌呢 其實是我們從去年10月就開始進行了 籌備到三兩個月 八月囉 幾乎快用完一年的時間 對 才Launch這整個東西 主要是我們要 減少塑料化 把所有東西都 讓它可以 再循環使用 如果講可能你要做環保哦 你就什麼都不要做就好 對 因為環保這個詞很重 所以我們就盡量的 只要誰給我提出任何用到塑料的東西 我都第一時間就會rearray 不會通過我這一關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想到的感覺就是 要做一個文件包的感覺 像普通我們做的那種開蓋式啊 就是最傳統的啊 大家用啦 就都是放以前的回憶啊 放紙啊那一些嘛 可是我們想說 诶 可以把這個變成文件式 我們就是 那時候做的是這樣 啊 你看到多大幹嘛 對 超級大就算了 然後 衣服那時候我們是想像中 不是 放在這個紙那裡的 那是這樣 然後我們覺得 這個一點都不不 因為衣服會掉出來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就有了我們第二版本的 所以第一版本就在建了 第二版本是這個 超級大 我給你們看這個size哦 跟final的size 這個太誇張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想了很多 延續那個文件的東西 延續文件的東西 但是多了這個石頭的貓爪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保護我們的衣服 當然它也是天方夜塔啦 所以放旁邊啦 對 因為它太大了 然後我記得好像 先是這個size 這比較大一點的 這時候呢 還是用回那個文件夾式 然後看到這種空空 有凍的嗎 那時候我們想說要用 透明的東西放著 也是被我禁了 那Susan就拒絕了 因為 因為我不想 那個就是塑料吧 對 那個就是塑料的東西 就是我們盡量可以 就是 呃 少塑料化的樣子 對 所以 這個也被我們reject了 然後最後最後的final是這個 沒有錯了吧 對 都花了很多時間 你看還有這個小可愛版本 我們都是先做小的才會有大版本 然後 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版本 之後我們才做大量的製作 所以其實這個包裝 都不簡單啊 我沒有想到一個包裝要做這麼久 而且其實講真的也花 蠻多錢 我們蠻多錢是花在包裝 其實包裝對我們來講是蠻可怕的 很可怕 包裝 然後這個也算是我們 x一個第一次做品牌的人 然後 零悟到的一件事情 零悟到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一個舒服 因為這個包裝 是我們很喜歡沒有錯 但是其實它真的有一點 價格不菲啊 它的成本其實不太便宜 所以才會有現在這樣子的 一些 對 結果 我們還在考慮著這個要不要作為我們的 plus limited edition的東西 因為這個盒子真的有一點 太heavy了 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太重了 嗯 我們還在想著 所以也在跟大家如果想要做品牌的朋友 請你注意 包裝的東西其實不太簡單 對對對 反正你都講了這點 其實我也是想講一件事情 就是 set budget 才做事情 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前提就是 講說 欸我們好像有一筆錢 但是我們沒有確實放多少錢 我們覺得 欸好像可以越做越好 我們就越做越好 越花越多錢才發現 欸我們投入的錢拿得太多了 其實不應該這樣子 其實照理來講應該是 我吃了這個盒子 假設成每個5塊成本 我就只可以做5塊 如果超過5塊我就不做了 對 但是我們就是 我們想要做更好 就因為沒東西 我們超過超過超過 結果 對 超過過超過5塊了 所以 是蠻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想要 未來想要創品牌 還是 創業的朋友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懂啦 可能很多人懂 就是要先 set好你的 budget 才來做事情 就是我們這一次 零誤到 零誤到一個東西 也是一個學習啦 對我覺得 覺得這 這件事情讓我們成長很大 OK 我們不要講這些了 這有點太內心的事情 我們繼續 廣告 繼續廣告 介紹 買我們的衣服 對 得到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盒子 重複利用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東西 就是 你可以放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手具 然後還可以放一些 可能你回憶 回憶的東西啊 然後也可以放一些文件啊 其實還是 我的話題放過什麼 放我小學中學的文憑 也是可以 我很好喔 因為就是一個size啊 然後 我自己有想到的 這個東西我們之後會舉辦一個 contact 就是你們不要吵喜啊 OK 我自己想到的是我想要放它在 我的梳妝胎前面 然後 可以放很多護膚品在裡面 然後你這樣子放了之後 你可以掛一個3M的勾 懂嗎 可以放項鍊 可以放手鍊啊 什麼啊 之類的 可以做收納的東西 我們之後 一秒會舉辦這些小活動呢 所以你們敬請留意我們的IG IG 這裡 然後就可以參與更多活動啦 比賽別 我們就到內東 我們的寶貝們 OK 這個寶貝子就會包裹著它 然後你就會看到 你就會收到你的衣服啦 登登 然後衣服呢 這邊呢 就會有掛著我們的那個Swing Tag 反正你不掛買上半身下半身 只要你有買一件單品 基本上都會有這個Swing Tag YES 沒有一堆有都沒有的東西這樣子啦 嗯 然後這個Swing Tag呢 都是手串的 所以我覺得地妙的同事們 都是一直很自同道合 我們都很喜歡 做手做的東西 手做的東西 因為手做的東西最有溫度 對我很喜歡手做的溫度 如果大家很知道我的話 都知道我很喜歡用手寫信給我之前的觀眾們啊 類似這樣 所以我想要延續這樣的東西 我想要大家收到的東西 很多都是來自於我們的手 我們的溫度的 所以這個Swing Tag上面總共有四樣東西啦 YES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的地妙團隊集的人 每個人用他自己的手 穿在這個竹竹上面 穿 縫 跟 膽 都是 OK 我們先慢慢介紹 一開始呢 你會先看到這個LOGO 這LOGO的話 你會看到 欸 為什麼這個LOGO只有恐龍貓貓在哪裡 貓貓呢 就是會在 隨機啦 隨機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的概念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拼圖 我就想說 欸 這個是不是剛好我們的LOGO是拼湊的 我想說這個可以不可以也做拼圖的感覺 不只是 所以我錯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拼圖idea很不錯 然後有一種收集的感覺 你會想要去collect它 就算你可能拿到恐龍的臉 下一個我拿到恐龍的臉怎麼辦 這時候我就想說大家可以 可以彼此認識啊 就是我希望買滴貓的顧客呢 好像是我那個學年這樣子 像是一個academy這樣子 像是朋友這樣子 你可以去認識你的朋友啊 會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去問 你買到什麼 你是不是拿到貓 你是不是拿到恐龍 可以跟你交換嘛 就是想說大家是可以交流 有一個交流的一個想法在裡面啊 我是想到這個畫面在 大家都因為你而互相認識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很美妙的那種 你懂嗎 你懂嗎 你懂的 強迫他懂 然後下一個呢 其實它目的是我們的size 就是你選的衣服size是什麼size 然後我們想說 可以坐在前後面 就是有一個thank you這樣子在你這邊 然後下一個呢就是 每一件衣服如果有鈕扣的話呢 都會有 付送一個鈕扣 就是一個spare鈕扣啦 對一個spare的鈕扣 通常大家spare的鈕扣都是放在一個 或帶子 對帶子那個小dastic bag 可是我們不要嘛 我們想說 欸我們做的衣服 其實布很多都會 等一下如果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像我們這樣子 開始知道做的衣服了 其實布料一定會有剩 就是小空間 對我們就是不想浪費掉那個布料 對我們打那個布呢 拿來剪一個size 然後我們直接放那個 spare的鈕扣 你可以直接摸到 欸它就是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很手工東西 就是用手縫上去 對又用手縫又手剪 然後上面呢也會有我們的 表語臂的Comfortable U 這個呢也是手印的 還有這個扣也是手印的 對 套紙上面也是有很細很細的D喵 你可以看到我們真的很喜歡 客製東西 對我們喜歡customize的東西 對啊對了忘記跟大家講 你這個sm size的這些啊分類啊也是手印的 然後最後一個呢就是我們D喵的牌籤 然後這裡的設計就是我們的花花元素啊 就是你可以進入D喵的世界這樣子 進入我們的academy 我們的學院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想說後面不要浪費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的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拿到這個就是 不只是很簡單的看到D喵的一個牌子在外面而已 想說要重複利用 所以呢我們想說什麼東西可以重複利用 就是輸錢 嗯 然後書籤的話我們上面就有寫啊 我們的網站啊 然後你看到第幾頁啊 你也可以寫你的to do list啊 就是一個小標籤這樣子 yes 就讓大家可以把生活就在上面都可以 嗯 所以這現在的四樣東西基本上 它貴的東西也不只是成本 它貴的東西在於人工 對 因為人工真的花 花的是更多時間成本啊 嗯 都是成本啊 對啊 然後呢我們衣服裡面這個東西呢 也是手印的 這些標語啊 就是用了什麼材料布置啊 然後你不可以怎麼洗啊 這些都是手印的 來到今天影片的重點了 因為現在D喵目前算是 launch了兩套衣服吧 第一套是這套 西裝外套 一整套套裝 還有就是 另外一套是比較偏日式的 襯衫跟那個 氣氛褲是嗎 嗯 那其實我們原本想做的 品牌形象、品牌風格 我們原本就知道 這是一個不歸路 不是不歸路 是不符馬來西亞的市場 應該講我們原本就知道這條路 不好走 但我們還是想走 因為我們原本想要做的衣服類型 如大家所看我們的西裝外套 我們的氣氛褲 襯衫都 是馬來西亞人比較不會接觸到的類型 這是我們在台灣啊 在韓國啊 其實 今晚上大家都會這樣穿 所以 我們原本就知道 我們這樣子做 肯定會 賣沒有這麼好 但是其實 它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厲害 它賣的是非常不好 對我們沒有想到會 到這樣子的程度啊 其實 設計這些款呢 其實也是想要帶回去我們 想要做品牌這件事情 其實我呢 一直都覺得 好像 馬來西亞一直 沒有自己屬於自己的風格 像是 有日式 有韓式 有港式 有歐美風 有歐美風 為什麼沒有馬來西亞風 我們難道 就不能有自己的一個風嗎 就不能讓世界看到我們嗎 嗯 然後我就覺得 馬來西亞是可以打出來一個風格的 可是 你們現在一定是想說 我們設計出這樣的東西 怎麼打出馬來西亞風格 我們是夢想啦 我們是有夢想的小孩 其實我們真的在這條路很新 太新了 我們都是 一直都在嘗試的拿捏 可能也是我們起步於太快 太想要做出 改變 改變 其實講真的像俗人講 要馬來西亞要有一個馬來西亞風 其實是一個很遠的路 很長的路 那其實影片前面就有提到嗎 其實在做服飾品牌這個 它算是我們的不擅長領域啊 但是在不擅長領域又是最接近我們的領域 那其實我們一路在做了快十個月 到現在應該有一年了齁 所以其實我們經歷了蠻多 比如說我們原本以為品牌沒有這樣多東西做 結果它花了我們很多時間 然後不管是時間成本之外 真正現金成本也花了很多 因為我們不知道原本真正做衣服啊 講真的啊 這一次我們是不像以前這樣 可能是我們已經找工廠幫我們做好 像你的周邊啊 對我的周邊就是在找T&J Tesson 幫我弄好整個版型 布料去我不用煩 對 我就是只要去煩我的設計罷了 但是這一次我們做品牌 我們想要輕一輕的從零到一百做完 所以從衣服的版型啊 選布料啊 像剛才這樣包裝啊 Gymtag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啊 比如說website website還有什麼 你還有Payment Gateway 然後你還有Logistics 對這些都是 然後你東西多多辦 然後你有Webhouse 然後你還要請誰 請Coffee你來呢 Face你來呢 你賣的衣服你要找誰 找Amin幫你回復客服 Customer Service 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我們 預料之外的東西啊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邊也花了蠻多錢這樣子 然後加上其實也是很多人留言嘛 因為其實這些留言我們都有在看 不管是小紅書啊還是IG啊 我們都有認真地看 我們看好過後其實有時候是看到開心 因為畢竟有幫我們講話 但是看到有一些不堪入耳的留言啊 比較認真的東西 我們看也是 我們也是有情趣的 我們會傷心的 你看我們也笑笑笑 看到有些留言我也是會 情緒比較低落也是會 這樣子的嗎 我覺得很正常啦 所以看來有時候會生氣 但是有時候會覺得很感激他們的 會啃留言 因為我覺得他們啃留言 就讓我們知道至少 我們可以怎麼做調整 因為畢竟我們想要做 我們想做東西 是不可能活在這個世界上啊 我覺得留言對我們來講 是一件很成功的第一步耶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被看見 我們是被看見的 應該是講說 大家的留言會那麼重 會那麼狂 是因為它對我們有期待 對 會想要有期望 其實很多人以為我們是同裝 然後很多人以為我們出比較 馬來西亞local的東西 例如說T-Shirt 比較 平民價格的東西 嗯嗯 但是我不是講平民價格的東西 但是平民價格的東西相對成本又低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低的成本 因為我們用的東西真的是比較好 然後我們花的東西真的也是比較多 像有些人會拿我們跟UNICOR啊 比較 如果我們跟UNICOR比較 我覺得是開心的 我相信有穿UNICOR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UNICOR就是舒服為主 這個就是我們也想要做的方向 然後其實有些人也說我們設計很簡約很簡單 欸這個什麼設計款呢 但是其實我們也接受啊 因為設計這東西是很看個人的嘛 我跟蘇珍原本就喜歡簡單設計 然後版型寬鬆的東西 所以低妙的東西都基本上都會這樣子 UNICOR 不是男女都可以穿 因為我跟蘇珍我們兩個衣服是卸穿的 所以我們會想說 如果市場上有更多UNICOR的衣服 不是更好嗎 你可以卸卸穿 但是你不用一直買衣服 然後其實很多網友喔 可能像我們跟蘇珍以前這樣子 就是沒有做衣服的經驗 他們都會在comment那邊寫很多啦 其實我看到最多留言 我蠻想回覆啦 但是我本身 不是很要用文字回覆的 所以我想在影片跟他們了解一下 很多人就留言問 為什麼我們這邊的衣服會 跟UNICOR啊 ZARA啊 價錢一樣 或者是比他們更貴 其實也不是我們想要貴的 因為其實你要知道 UNICOR ZARA他們是一個大品牌 大集團 他們背後有很多資金 而且他們店裡很多 他們做的衣服量啊 不管是什麼啊 都是拿很大量稅 所以工廠一定便宜 那我們這個新來的LOCKER品牌 然後加上我們要做的衣服 又是可能 特別定製的版型啊 所以工廠給我們價格 肯定 不可能是便宜的 因為我們做的衣服可能一兩百件 很少到來對他們講 跟UNICOR做一個款 就幾萬件 幾十萬件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我們很難 跟他們做一個價格的對比 因為我們原本的成本就高了 這其實也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 對我們以為 我們也是做了品牌之後才了解 其實量這個問題是一個很 大的問題 很現實 對就是工廠可以給你很多價格啊 對就是很現實的東西 加上雖然我們的設計比較簡約之外 然後我們又做很多手作的東西 所以種種元素 然後加上我們可能沒有 控制好我們的預算 所以才造成最後我們的售價是 可能相對對於馬來西亞人來講 是比較貴一點的 那我也可以理解很多的留言 因為畢竟不是他們所期望的價格 對其實像你縫這種鈕扣啊 或者開這個線啊 又要錢 沒有之前做不到的 這也是一筆很貴的錢 就是開這個縫 你知道嗎 都是一針一線 一個剪 一個車 都是很有 這樣子的 所以之前很多留言講我們貴 我覺得 我是沒有話講啦 因為這個價格的確也是不便宜 但是 我相信經過我們剛剛介紹過我們的衣服 真的是 我覺得有價值的 所以如果有喜歡人買的話 我們這邊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真的 然後也非常真的謝謝很多留言 不管是幫我們講話啊 還是 人生攻擊我就不**了 然後比如說是 留言啊 價格費用啊 設計啊 我們其實都看到 也謝謝各種新聞 比如說The World of Vars 那種啊 謝謝你們幫我們寫 報導 我沒想到我們會上報導 哈哈哈 YES 然後我覺得 這真的是 貴不貴這個東西 還是一樣 不是我們可以去講 這東西貴還是不貴的 反正你覺得值得他就值得 你覺得他不值得就不值得 也沒有關係 沒有跟對沒有錯 就是留大家去講 我覺得我最不想看到的 應該是幫我們講好話的人 然後又被認真攻擊 這一點是我覺得 我看起來我覺得 就是 不想要看到這種東西啦 就是我們不需要到 攻擊別人啦 因為 不是每個人的心臟都像我們 這麼大 那麼硬 然後今天影片呢 就是要給大家了解一下 D喵的整個理念 整個故事 整個方向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這個影片過後 我們就 不會再做任何解釋了 就是也不會再做任何 跟大家講我們這個系列要做什麼啊 這樣子的 就其實我覺得可以透露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不只是做這些東西 嗯 我們還有做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看我跟蘇德身上的衣服 就是我們接下來會發的 第三款衣服 耶 又進廣告了 就是大家都在留言問的 為什麼 我以為你們會做T-shirt 我心想 會轉一下 對 我覺得大家好心底喔 為什麼我們每次要做的東西 他們都會先 先錄為主啊 先炒 因為講到我跟蘇珊會 我們穿搭到很多類型啊 而且你們也知道我 這麼愛穿T-shirt 我哪裡可能不穿T-shirt 我覺得大家如果可以有一點耐心 可以陪我們走的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更多東西啊 就是 不要先急著罵 不要急先 你先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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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罵我們 這很奇怪 OK 你罵我們我們也不會怎樣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第二套的衣服 然後會有兩個顏色 搭搭 所以後面那個是毛龍龍是嗎 對 然後這邊就是刺繡款的 然後邊有一個 沒有想到把它被廣告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花朵 我們的恐龍就抱著我們的貓貓 對 所以你們就期待T-shirt來了 請問這個T-shirt什麼時候會賣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我們的 IG 希望各位好好支持啦 不只是要支持我們的T-shirt 就是我們的Denim 還有我們的 Bash 上衣跟綠色褲子 大家也可以 其實不支持沒關係啦 我們的IG在這裡 你只要很追蹤我們 我們就已經很感激了 謝謝大家 Yeah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恐龍喵喵愛你 喵 欸這是恐龍喔 我現在發現 你也沒有用欸 我的天 我以為你才是恐龍 我才是喵 喵